这手怎么拉 皇上 龙小弟啊 你说现在山西干旱是最严重的 咱们在这儿 结衣缩食的也没什么用吧 所以啊 朕已经命了山西巡抚刘德昭 建驿馆安顿灾民 开关仓赈灾 朝廷呢 也剥了一些赈灾银两 还令地方官每隔十里大一口深井 帮灾民抗旱 记得我十二岁那年 家乡闹汗 也是到了秋天颗粒无收 我呢 就跟着乡亲们去挖野菜吃 那种挨饿的滋味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太难受了 你说的那次灾情啊 朕也记得 但这次的灾情 比那次更为严重 所以 朕除了做一些应对的赈灾措施以外 还每天晚上 亲手抄佛经 祈求天降甘霖 抄写佛经 皇上 我现在手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今天晚上 我陪你一起抄佛经吧 好 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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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小弟 龙小弟你怎么了 来人啊 来人 皇上怎么了 这手怎么了 皇上 您可要保重龙体呀 士叔姑娘 您快劝劝皇上吧 皇上他说 天下大汉 这都是他的过错 他要责罚自己 您看他抄的这些佛经 那都用的不是墨 都是用自己的龙血呀 堕嘴 快 快点 快点 李公公 李在义 皇上这脉象不对呀 虽说皇上日理万机 劳累过度 近段时间饮食又过于清淡 那也不至于如此虚弱呀 皇上以血带墨抄血佛经 都抄了那么大卷了 身体自然而然就摔落下去了 原来是这样 皇上 千万要保重龙体 微臣先给皇上开几符 补气养血的方子 皇上自己也得多注意 要多进饮食 多休息 这时候谁劝都没用 除非老天爷降雨了 好了 朕没事了 这件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 千万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 皇上 我收回之前的话 您是一个好皇帝 李太医 你赶紧去给皇上煎药吧 微臣告退 好 老大 你的立场怎么不坚定呢 不过就是赐了个写写个经 你就说我是好皇帝了 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皇帝啊 是这个世界上最深奥的一门学问 哪儿那么简单啊 虽然不懂什么为君之道 但是我知道 你正在努力地当一个好皇帝 这就够了 有心无力 那也不算是好皇帝 好了 朕得接着努力 写血经了 行了 你啊 好生在这儿歇着吧 我们势不结败兄弟 有福同乡有难同当 你不行了 我上 虽然 我的血没有你的龙血 那么珍贵吧 但是我的心跟你一样虔诚 好 只要心一样成 你的血和朕的血一样珍贵 咱们俩联手书写薛经 一定会感动上苍的 嗯 老夫倒要看一看 你有何脸面 取见爱心觉罗家族的列祖 列祖 我在这儿呢 门晓丁你干吗呢 一个人看着前面发呆 朕就是想起来那一日探间 敖拜所说的话 敖拜说什么了 他说啊 其实早在朕行动之前 他就已经知晓了朕的计划 有人向他谢了秘 谢秘 谁会跟他谢秘啊 他说这个人就是你哥哥 怎么可能啊 敖拜这个人啊 这个时候还不忘挑拨离戒 真讨厌 龙小弟 你不会上他的当信了吧 朕有那么笨吗 那就好 我啊 本来是敖拜精心安插的一颗棋子 他一边用大补文威胁我 一边又假惺惺的让我做他的干女儿 软硬兼施 所以啊 他万万没有想到 到最后我会帮你一起对付他 他心里啊肯定恨透我了 老大 你说的这些啊 朕都明白 不过你究竟是什么来历 我 我就是李欢啊 也是你的笔墨师叔小丫头啊 你知道朕问的是什么 朕想知道的是 你和你哥哥究竟是何方人士 你们的出身 还有你的那些师父母 为什么会交给你们这么多的学识记忆 你看 你说不会上当 但是现在还是在怀疑我们 对吧 朕哪有怀疑你们啊 朕不过就是 起了好奇心罢了 龙小弟啊 你不知道 我们这些跑江湖的呢 有跑江湖的规矩 尤其是我那些师父们 都是不愿意做官的影视 师门有师门的规矩 我不能透露 我要讲戏意 但同时 我又不想骗你 这样吧 如果你相信我们兄妹 那我们就留在宫里 为你效力 但如果你不相信我们兄妹的话 那 那我们就离开紫禁城 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 可以了吧 老大 朕不过就是随口问问 你要是不愿意回答就算了 用人不疑 宜人不用 朕自然是相信你们兄妹 这敖拜啊 本就在宫中安插了许多奸行 岂有可能是上次给朕下毒的那个内侍 向敖拜透露了秘密 敖拜不过是想加户到你们兄妹身上罢了 你放心吧 朕一定不会中了敖拜的挑拨离间之计的 还是有大气 老大 你的手伤还没好 这段时间啊 你就好好待在永乐斋休息吧 这山西大旱 朕还要忙着处理赈灾的事业 还要清理敖拜的余党 所以 可能就没那么多时间陪你了 我知道了 今天康熙盘问你我的身世 显然是听了敖拜之言 对你我已经起了防备之心 所以你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 千万别露出破绽 你不要幼稚地认为 他真的会把你当成是老大 当成是朋友 可是龙小弟他说了 一人不用又人不宜 他是相信我们兄妹的 这话也就只有你会信 康熙八岁等级 在这风云诡决的皇宫当中 能够顺利长大 如今有不动声色地收拾了敖拜 他的城府之身 远非你我可以想象 他对你我好 就像我们对他好一样 不过是为了利用而言 小师妹 大师兄说得对啊 虽然你是冰水聪明的孩子 可是也太容易轻信别人了 你忘了康熙以前是怎么骗你的 徐姐姐 没想到他身为皇上 居然撒那么荒唐的谎 皇帝就不会撒谎了吗 皇帝是全天下最会撒谎的人 否则 如何骗得所有人都臣服于他呢 龙小弟 你对我 真的也只有谎言和利用吗 所徒 臣在 义欢不肯告诉朕他的来历 你怎么看 回皇上的话 像奴才和明珠这样的大臣府中 都养着一些木料人士 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江湖上的能人一事 这些人从来对师城来历不肯明言 显得高深莫测 这可能也是他们江湖人士的一种 潜在的规矩吧 奴才也从来都很少刨根问底 只是择其长处而用之 择其短处而易之 你说的有道理 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 全看用人之主如何驾驭 是啊 皇上您说的是 一般能坦然直言 也总好过他编一些谎话来骗人 对吧 是啊 皇上 奴才以为 正敖拜所说的话 用意都是挑拨离间 李氏兄妹是否有益心 那日久自可见人心 以皇上您的圣明 那是一定会察觉得到的 而且奴才也会悄悄地在暗中 注意着他们 好 对了 敖拜所言 只能你与朕二人知晓 切不可歪心 好 尤其不能让太皇太后知道 更不能让李氏兄妹察觉 明白吗 这 奴才明白 奴才所额图叩见皇后娘娘 所大人不必多礼 平身吧 谢皇后娘娘 谢皇后娘娘 你们都下去吧 你们都下去吧 三叔 三叔 那个李逸欢究竟是什么来头 什么品质位分都没有 皇上还单独给她赐了一个笔墨世书的职位 还给她在后宫单独赐了所宅子 不伦不类 还真是开了我大清朝的先例 皇后娘娘 您这些话就在奴才面前说说得了 可千万不要在别的人面前提起 万一传到皇上的耳朵里 皇上会不高兴的 皇上从未对任何女人另言相看 本宫这心里总有些不踏实 皇后娘娘不要忧心 她李逸欢再怎么说也只是个汉女 而且还定过亲 皇上再怎么喜欢她 也威胁不到皇后 而且皇上啊 也只是徒一时的新鲜 等这股价过了 说不定就丢开手了 再说了 这李逸欢 毕竟帮着咱们斗拜老敖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 就是痛打落水沟 不给敖拜东山再起的机会 别的什么 都等这件事情 尘埃落定了之后 咱们再说吧 三叔说得有道理